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分享一款 迷你的方形收纳栏 选用的是五股精输棉 以及3.5毫米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首先锁边起针 左手持线 然后将勾针 放在线的下方 向内绕一圈 接着将线 勾出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17个锁针 17针锁好之后 接着返回倒数第二针 然后调理山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继续 按顺序编织 一共编织16个短针 第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 调转方向 按顺序呢 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编织16个短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 第二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调转方向 同样是按顺序 编织16个短针 之后呢 继续重复编织 一直勾制到 第15行即可 第15行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织屋的边缘处 编织一圈短针 在上下的这两个边缘处 各编织16个短针 左右两侧的边缘处 各编织14个短针 这一圈一共是编织60个短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0个短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眼疤针 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一针 然后呢按顺序在每一针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编织60个短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一直勾制到第5行即可 第5行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呢第6行换线编织 在第一针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接着锁两针 然后呢空出一针 接着下一针 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锁一针 接着后面空出一针 然后呢下一针 再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将线一次性勾出 这样呢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后面呢空出一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这个画样编织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接着后面空出一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这个画样编织 环形编织一圈即可 了解了 结束这针并一针 对吗 不过 这针并一针 好吗 在这针并一针 这针并一针 就让我们来试试 我说我这针并一针 这针并一针 一针并一针 就当一针并一针 就当一针并一针 因为把针并一针 我们把针并一针 所以是针并一针 然后你给针并一针 第六行编织到最后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位置 以及开始的位置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巴针 接着编织第七行 首先锁两针 然后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以及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以及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之后呢 继续重复画样编织 第七行编织到最后 接着我们在同一个位置 以及开始的位置 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第一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引巴针 接着后面呢 继续重复第七行的画样编织 一直勾织到第十行即可 接着此 我们的鼓励 都移住了 这个是 dachte 到因为肯定空隙处 第十行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呢第十一行换线编织 在第一针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然后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两个短针 接着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呢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同样是编织两个短针 之后呢继续按顺序编织 一共编织60个短针 第十一行完成之后 接着将线剪断 然后呢隐藏线头的部分 好了我们这款方形收纳栏就做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就是已去推翻 cool 去翻 moż 去翻做 出裙线往锁的词